哈囉 大家好 歡迎來到琳達的廚房 今天我要來做蘋果奶酥蛋糕 首先來做表面的奶酥粒 把奶油融化 加入糖 肉桂粉 用叉子拌勻 再加入過篩的低筋麵粉 拌成顆粒狀備用 如果拌好後很黏 可以放冰箱冷藏幾分鐘 等變硬一點再用叉子攪碎 把青蘋果去皮和中間的核 切成薄片 用一小時的檸檬汁拌一下 檸檬汁可以讓蘋果不變黑 還可以增加一點點酸度 可以不用加沒有關係 那烤箱預熱 烤模鋪烘焙紙 把無鹽奶油打到變軟 加入細砂糖一起打發 把蛋打散 分幾次加入奶油裡面一起打 那每加一次蛋都要等全部吸收了才能再加下一次喔 一定要煮多些蛋黄色 面粉泡打粉盐先用打蛋器拌匀再过筛 把面粉分三次 酸奶油分两次交错加入 程序是先加三分之一的面粉 然后二分之一的酸奶油三分之一的面粉 二分之一的酸奶油三分之一的面粉这样 然后放入冰箱里面粉 然后倒入冰箱里面粉 然后放入冰箱里面粉 然后倒入冰箱里面粉 最後加入香草精拌勻 這樣麵糊就完成了 把麵糊倒進烤模裡面 我建議在烤模裡面鋪烘焙紙 而不是抹油撒粉防沾 因為脫模的時候可以直接提著蛋糕拿出來 奶酥粒不會撒到處都是 而且不用洗烤模 鋪上一層蘋果片 最後撒上奶酥粒 用華式375度 攝氏190度 烤30分鐘 用牙籤或小刀插入蛋糕中間測試 如果沒有沾黏就是熟了 出爐後放涼汙到10分鐘以後脫模 這個蘋果奶酥蛋糕有三個層次 上層是酥脆的奶酥粒 中間是森尾啊森尾的青蘋果 下面的蛋糕鬆軟香甜 酸奶油讓這個蛋糕略帶微微的酸味 與奶酥粒青蘋果達到平衡的三重重 那奶酥粒裡面肉桂粉是畫龍點睛的香料 詳細圖文版的食譜請到我的部落格 琳達公主的烘焙筆記 歡迎訂閱我的頻道 琳達的廚房筆記 如果喜歡我今天的影片請在下面幫我按喜歡 琳達的廚房我們下次見 掰掰